最近就是看一本书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会成功 一直保询两个字 敬畏之心 让被推荐的人知道 我是什么原因让我进来 我们会挽动 再让去推荐的人 你怎么样去引导这个人进来 我讲这个非常厉害 我讲别的只叫以前 他都不懂 他就是很会做这种 好多人就 我们这么好的 我们为什么不表扬呢 那希特勒那么快 希特勒最成功的 就是表扬制度做好 公司非常着重表扬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 相信老师跟你讲 每个礼拜五 自己也要像小孩家很兴奋 就像我们去参加电影节 要准备这么多 神经病参加电影节 又不会变电影明星 然后他也要买衣服 他也要买衣服 所以我们要把 公司还正式的发格 要穿什么衣服 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说是不是很好笑 一般人想法都是这样 学了根根根不做 做什么呢 事实上你忘记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是线上教学 线上传递的时代 你看这个肖肖 他们就是懂的 他从第一站开始 没有什么人 第二站他就开始会 每天大家会打微信 这时候你不运用一部电话 其中创 然后一个乐趣快乐创 一群朋友一起创 就充分运用这三点了 所以你在每个地方 你会打电话 同时你在每一个地方 你会顺便去推荐 你这样懂了吗 所以你如果说想一想回去做 又没电了 其实做按理就 整个全国各地都可以做 你越做 回来这边现场 又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你在同一个地方 以我的感觉 同一个地方 你就不想推荐 很奇怪 回家就好像来休息 结果反而 从外地来的人 拼命推荐广州 拼命推荐深圳 拼命推荐东莞 他就是这样做 你再讲 老师刚才在九段 讲了一下子触动我 老师讲 代凡口才好的 表现祖师王 带的一定很好 我自己团队也培养了 几个口才好的 而且祖师王做的很一般 反而这些就是 笨嘴着舌的 我就是笨嘴着舌 一直跟 就是学习力强的 反而做的 那么其实我看到 老师这一次 带着所有的这些 重点市场 那真的就叫优质工程 而我自己呢 我自己带的都是 豆腐沙工程 半拉股工程 辣尾楼 辣尾楼 所以你说扔了吧 就可惜 再给他修正吧 你说就那个 是这个奶奶样 但是如果我不懂得 自我检讨 其实我也是这个奶奶样 以前也听不懂 灵魂姐和黎大哥 那种苦口婆心 我记得韩姐有一次 就是因为老师到那个青岛 那还是比较早的 但是我现在 这差不多过了 应该是15年了 我才回过味儿了 老师那时候是住在赞桥冰管 就赞桥冰前的那个叫 拜海明人 拜海明人 老师一下楼梯 韩姐看到我了 然后老师呢 就跟着台湾的一些 一群人啊 在前面走了 我就 我还上去打招呼 因为我不想跟老师打招呼 那时候 我就跟韩姐 我说韩姐 韩姐说 德冰 怎么昨天没有看到你啊 我就跟韩姐说 韩姐我昨天搬家 搬家 我叫宋姐来了 韩姐就说 你们俩以谁为主做案例啊 我说 以我为主 以你为主 老师都来了 你还敢不来吗 那一年我呢 自己口号是 挑战高级经理 后来韩姐呢 就当着那么多人面 就说了一句 难怪你高级经理没上去 谢谢韩姐 其实韩姐 韩姐这句话说的分量很重 我当时就处在那儿呢 不上不下的 脸红一致白一致 但是我自己啊 也得自我表达一下 我呢还会转念 我就转念 要催情 我说这番话 催情就退出了 反正我就脸皮厚一些的 反正韩姐说这句话呢 我是 我是反正一开始的 心里很不熟 但是后来想 你说陈老师到青岛 海外多少组跟过来 老师的重点市场 多少组跟过来 那时候还有九九的市场 有多少组跟过来 还有大市场 那那个时候 其实经营环境也不是 不一政策也不是那么 很关松 那韩姐里里外外 要操心的事有多少 我其实就是 韩姐的一个朋友 就韩姐这句话 我就说我昨天没有到 那韩姐需要 应该用日里万机这四个字 结果他还能够知道 我没有到 对 所以宝贝你没有发现 为什么我们兄弟姐妹要合作 要亲戚合作 如果是他 他会生气 就像刚刚才讲 他如果骂 骂那个曲情 曲情会生气 看去如果骂姚丽 姚丽呢 姚丽会生气 可是韩姐骂姚丽 姚丽就不敢生气 韩姐骂你 也不敢生气 狄静骂你 你就死给他看 一定这样子的 这就是三戒 戒力 戒智 戒势 要不然为什么 我们的孩子 要送到学校去读书呢 你考第一名 你送他去学校干嘛 所以要同一则而交 一定要把我们的团队 去年的非常的合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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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